用嘴巴接住子弹 悬浮在空中跳声 以及空杯子里倒出牛奶 这不可思议的魔术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嘴巴接子弹 据说能表演此魔术的人 早已将生死看待 他们要用嘴巴接住迎面而来射向自己的子弹 话不多说 我们先看表演 魔术开始前 两位魔术师分别随机挑选了两名幸运观众 让他们在弹夹当中给自己挑选了一枚子弹 并且用记号笔分别在子弹和弹头上标记了一个符号 以此来证明这颗子弹是独一无二的 做好标记后 魔术师又说道 为了防止他们的子弹互换 他们接下来不能超越这条航线 随如两位魔术师又各自拿了一把支架 支架上面放置了一块玻璃 为了能让大家清楚的看到发射子弹的轨迹 待会子弹会穿过玻璃进入到对方口中 介绍完之后 两位魔术师又各自掏出手枪 在观众的见证下将子弹上膛 一些准备就绪 纠差最后一步 就是魔术师需要穿上防弹衣和护目镜以及头盔 就说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误伤身体的其他部位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呢 表演正式开始 只见两位魔术师拒精会神的深吸了一口气 将枪口指向对方 只见其中一位魔术师一声弄一下 两位魔术师同时开枪 果然不出所料 两位魔术师竟毫发无伤的用嘴巴接住了子弹 随如又将两位观众邀请了上来 让他们再次检查 是不是刚才的那枚子弹 经过仔细的检查 果然就是刚才标记的那枚子弹 并且玻璃上面也有明显子弹穿过的痕迹 这会是真的吗 金明一 子弹是假的 至于子弹为什么会穿过玻璃 小黑猜测 这个子弹应该是魔术专用道具 材质应该类似于硅胶弹头一样 当弹头发射出去 将玻璃击穿之后 便会解体分散 那么魔术师嘴里的弹头又是怎么互换的呢 并且是什么时候藏于口中的 金明二 防弹一有问题 首先第一点 两位观众绝对是错 魔术师为什么要多词一句 在弹壳上面也画上标记 原因就是弹壳和弹头被标记完之后 魔术师向大家展示的只是弹壳 并且弹头全程都被魔术师用手指所遮挡 观众是看不到的 而弹头则被两位观众悄悄的藏于手中 那么两位拖又是怎么将子弹互换给魔术师的呢 其实这个并不难 两枚拖下台之后 便会将两枚弹头转交给其他助手 而助手则会利用魔术师拖延时间的这一会功夫 将两枚弹头藏于舞台之外的防弹衣内 随后魔术师就可以穿防弹衣的同时 顺时将弹头藏于口中 这下你明白了吧 再来看接下来的魔术 在空中竟然也能跳绳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注意看 眼前的魔术师不仅可以悬浮空中 还能360度无死角跳绳 难道世界上真的有魔法吗 今天咱们就来揭开他的真相 悬浮跳绳 眼前的这位魔术师叫泽维尔 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前两期我们才分享了他的理发店换头魔术 接下来请欣赏他第二个神奇魔术 悬空跳绳 让我白激动一场 竟然挑战失败了 没事俗话说的好 失败乃成功之魔 果然这一次泽维尔挑战成功了 看着泽维尔这逆天的表演 小黑觉得如果没有金单器的功力 是没有这个实力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这个功力 揭秘开始 首先我们先慢放这一镜头 你会发现魔术师落下来的时候 身后竟然有一根细线 这也说明魔术师是用了钢丝绳来完成悬空的 并且当第一次表演失败的时候 左边的两辆车是左红右白 而到了第二次表演的时候 左边的两辆车又变成了左红右黑 这也证明了这不是一镜到底的视频 而是两个视频拼接在一起的 因为第二次表演需要大量的时间 两位泽维尔身上安装钢丝绳 所以别将两个画面拼接在一起 那么魔术师又是怎么来完成空中跳绳的呢 首先有一点疑问 那就是魔术师跳绳的速度为什么这么慢呢 我们仔细看魔术师手中的动作 当手中的跳绳即将接触到身后的钢丝绳时 魔术师便会将手中的跳绳翻转到另一边 这样就会完美的避开钢丝绳 你明白了吗 再来看下一个神奇魔术 没有底的金属管竟然还能倒出牛奶 一个没有底的金属管 魔术师不仅可以把牛奶倒进去 还能将其完好无损的倒出来 揭秘魔术小技巧 悬浮牛奶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魔术师海伦 曾连续四届夺冠魔术比赛 今天他要表演的魔术便是空心管悬浮牛奶 话不多说先看表演 海伦拿了一个玻璃杯 此时的杯子里是空的 然后他将玻璃杯放进了卡槽内 随后他将一旁的杯子拿起 并把牛奶倒进了玻璃杯内 然后又将剩余的牛奶倒进了一旁的金属管内 随后又将其倒了出来 看着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魔术师接下来的操作 令在场的主持人都傻了眼 金属管竟然没有底 且把你内心的想法打在评论区 紧接着 海伦又将杯子里剩余的牛奶倒进了玻璃杯内 随后便用木板将玻璃杯封锁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只见海伦直接将一根金属管插进了木板中 竟然直直地穿透了玻璃杯 这还没完 随后海伦又将金属棒拿出 并把阻挡玻璃杯的木板拿掉 玻璃杯竟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大家眼前 这难道是使用了什么特异功能吗 其实这一步并不难 当我们将视频放大之后 我们便会看到金属管内其实有一层薄膜 牛奶其实被倒进了这层薄膜当中 随后魔术师又将手臂放进了金属管内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金属管内的薄膜按回内壁上 因为薄膜本身就是透明的 所以根本就察觉不出来 首先这里有一处疑问 为何魔术师将牛奶分为两次倒入玻璃杯当中 并且当倒完第一次牛奶的时候 还去表演了另一个魔术 不难想象 魔术师其实是在等待的时间 第一次倒进去的并不是牛奶 而是一种可以凝固的液体 当表演完成第一个魔术 正好杯子中的液体也凝固了 随后魔术师又第二次倒入牛奶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杯子中的上下部分 牛奶的颜色都不一样 那么魔术师如何将金属棒插入杯子当中的 我们可以暂停这一镜头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杯子的中间部位有明显的孔洞 而杯子上面的标签 正好可以遮挡住这个部位 并且杯子的底部还有卡槽 正好可以准确地对准木板上的圆孔 你明白其中的原理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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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